侯柳嫂剛剛在稍早的時候 提了一件事情 說我們自己可能 知識水平也不是很高 但是也能看得懂 這一些領導人在玩什麼花樣 哪一個對台灣有利 是侯柳嫂剛才講的 如果蔡英文主席說 你這個張榮發你都是財團 你這個財團那個財團 那這百財的 那是什麼樣的 那這個所有的一些果農 漁民 像侯柳嫂 那麼你也把他們都當成 你的這個敵對的對手 這就是我們台灣 能不能夠讓大家看到一個未來 剛才劉政鴻現場講的 能不能很明確 邱英文有話要說 請說 好啊 我要先說 要將對剛才侯柳嫂說的話 侯柳嫂說話很失 但是侯柳嫂對政府重招勤人 可能有一些五次 馬政府最第一 有幫了很多支援到南台灣 有幫了很多支援到台南和高雄 但是因為台南和高雄 民進黨這場的政府 沒有把這個錢 用在英國的地方 這個很多支援都弄毀掉 還要把意識形態掛帥 所以作成說6K沒有要來 作成6主沒有要來 作成大陸的蔡港團沒有要來 因為這樣 所以高雄跟台南 沒有感覺到政府和錢 從原本來南台灣 所作成的效果 這就是重大問題 所以不是政府重招勤人 政府重招勤人已經在做條件了 要改善說現在 我現在去高雄了 我去高雄以後 我會改變這個狀況 我會讓政府和錢 用在改善的地方 我不會怕你民進黨這場的政府 我會讓這個主委 可以用在改善的地方 讓高雄到台南 會感覺說政府不再重招勤人 讓南台灣可以經濟發展起來 不輸我們北台灣 不輸台北 好 謝謝缺委員 我再請教佛劉舍 佛劉舍有聽到嗎 有啊 要請教你一下 差不多兩三個月前前 你對政敵不表態 你說當初也有人在請教你 到這個選總統 要逃鄉何山什麼人 你都沒說過 現在呢 我喔 我現在是 我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 我這次是這樣啦 我感覺說 莫英雄 是因為他這次簽的符合 我也很認同 但是他這個六三三票票 我真不開心 這次我會還要讓這個 這個誰呢 莫英雄 馬總統 我是因為台南這個營墓 真的 這個人很破損 由這個三年來 他這個三年來 我們來這個 驚這個 這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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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比較 比 這個 算是 比較 像是說 那個 總統府林讓我看他這點 讓我感動到 所以我這票一定不會回鄉美金 所以讓他這票就對了 當回鄉美金就對了 是這給你說這票不會回鄉美金 但是回鄉美金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就對了 因為他做了讓我自己很感動 還穿插衣服 對啊 對啊 導致稍微等一等一等 我們稍微再去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其實未來七天左右 就是台灣人民選擇我們的生存 佛琉瑄也好 企業家也好 蘇智浩先生也好 全台灣苗栗的鄉親 各地方的民眾 我們稍微聽您的這種聲音 同時稍微回來大家也可以關注另外一點 明天七天之中大選的一個變數 陳水扁清晨就要離開北京去奔上 這中間離的確確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的變數 我們稍微歡迎觀眾朋友來關注一下 立刻回來 我們有想法 我們有想法 剛才這個火力用手直接了當的就是說 那不管怎麼樣 在雪甲長期以來那種情況 他說那我這票還是 那只好是衝著這個所謂周美琴 但是周美琴我們的第一夫人 最近一連串的被嗆聲羞辱 觀眾朋友也可以看這個畫面 嗎 阿英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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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美清夫人就说相信台湾 其实未来七天 谁给台湾点出来一个明确的路 明确的路 生存的路 这也是苏志芬县长说 苏家有疑讯了 三代不能够挺国民党 其实刚才雪甲很多乡亲 大家看来也会同感 都是不能够挺国民党 但是苏志昊先生的回应是什么 于公于私 我对苏志昊造成的伤害 对他很抱歉 但是于公 国家是千秋 党派是朝夕 国家的利益要超越党派的利益至上 台塑总裁王文言讲得好 爱台湾 爱企业 爱自己 这是企业良心 福国利民的展现 就是这是苏志昊先生回应他的妹妹 就是真的是 如果爱台湾的话 就是整个为了台湾不是为了谁 那么苏志芬县长也有所感 那么苏志昊先生刚才这样子回应他的妹妹 其实这就是台湾人民的选择 在一个家庭里面 在一个地方上面 但是什么是真正台湾的共同利益 其实刚刚洪流的时候讲到一个周美清 他其实他心目中也不是觉得周美清是不是总统夫人 是不是第一夫人 而是讲的就是这四个字 这才是为什么周美清的声望 在台湾社会里面会比马银九还高的原因 关心照顾 周美清过去三年半来 其实为什么很多老百姓感受到是什么 有一个人是会愿意下去 关心和照顾 台湾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你不管你是蔡英文或是怎么样 你对于企业界的发展 有关心有照顾吗 没有 你对于雪甲的这些渔民 有关心有照顾吗 没有 你对于四龙有关心有照顾 没有 所以其实老百姓里面 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大企业 不管你是许文龙 还是张龙花 还是活流亚寿 大家心里就几个 你在那个上面的位置的人 你就是要关心照顾老百姓 所以其实今天活流亚寿给我们一个就是 他还是同马银九很不甘心 可是他会愿意给一个 帮台湾找一个愿意关心 愿意照顾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 今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一个活流亚寿 这么一个最低层的 最底层的人 告诉我们一个最高的智慧 是 关家先生 我觉得从活流亚寿看到是一个 台湾底层朋友们 最坚强的生命力 他们不向环境低头 他们永远追寻 他心中一个很扎实的 那谈不上是梦想 就是他做一个人的一个尊严 我觉得生存就是最起码的尊严 给每一个陶百姓 好好的生存下去 就是让我们有尊严 让国家有尊严 这是每一个政治人物 不可或缺的任务 我们听一下苗栗乡亲 还有各地方的这种乡亲 有话要说可以针对这一点 稍后最后选前的七天 明天是陈水扁先生 一早就会出来 任何的一个动作 它是确实的可能会影响 选情的一些变数 那乡亲现场有哪位有话 有所有的请搜 九二共识 我们简单说起来 就是你对中国大陆 你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在台湾你跟共同化民国 这是各说其识 大家模糊其识 各安其所 不过前的现状 这是对台湾最安定跟台湾和谐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跟民进共同说 我们政治人是叫做植物 他这股权政府修押就是自己的 但是你要了解成人 他是油門名字 他是动物 有职业所在去谈 不过前面说 人们没有跟你接触 这些人就是跟中国大陆架权 就是不要在台湾上 要了解那些 起来跟他们对台湾也有感情 不过他就说 他就说他就跟中国大陆受到压力 我们一个执政党 真是要做事情 我们就要思考 如何这些生理人的说这话 不可以说这些生理人 我跟中国大陆不跟你提 你就不是爱台湾 我还说你从荣誉 吃起来 跟大家都去台湾脱线脱线 他什么真的也是爱台湾 希望台湾越来越好 希望台湾能够走一条路 我感觉不可以用这个思维来收集 我们稍后再回苗栗相经 跟全台湾各地方的民众 稍后回来 明天陈水扁清晨的奔上 2012会有什么样的 最后选情七天的变数 稍后回来